跟加數一樣,加數有相對應的還原辦法就是減法 乘數都有的 例如畫面看到的這裡 3乘4等於12 如果我們好奇想知道 其中一個構成的元素 例如什麼我們要問 什麼乘以4等於12的話 要找出這個答案 我們可以另外寫這條式 12除以4是什麼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找出什麼乘以4等於12 相對應的還原辦法 下一版我會把這條式寫過來 就是這裡 12除以4是什麼 這個除數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一開始我這裡 準備了12個橙 第一個數字就是我準備了多少東西 我這次準備了12個橙 那要平均 要公平 要公平 平均分在1,2,3,4個箱裡 怎樣分化呢 那很簡單 一開始 每一個箱派一個 就像這樣 每一個箱派一個 1,2,3,4 這裡沒有了4個 2,3,4 這4個派了 各自派到不同的箱裡 對 如此類推 那 繼續派了 5 6 7 8 應該是 5 6 7 8 對 那 派了5 6 7 8 那還剩4個 那怎樣派呢 就在這裡派了 1 2 3 4 那將最後這4個呢 都派了 OK 那我們沒有橙了 沒有橙了 記住這個是0 我們沒有橙了 所以 在這條數 12 除以4 12 除以4 就等於3 OK 那來多下一個例子 那例如我今次 這裡 有 19個橙 那 大家有空可以數一下 這裡有19個橙 那我不配大家數了 那這裡有19個橙 這次要分給6個橙 6個橙 那 1 2 3 4 5 6 這裡有6個橙 那 那 跟以前的慣例一樣 那一開始 就是 每個橙都放一個橙 那這裡沒有了6個 1 2 3 那 繼續派 第二個 每個橙都放一個橙 那這裡又沒有6個了 1 2 3 4 5 6 OK 第三輪 繼續派 1 2 3 3 4 5 6 咦 到這裡呢 每個箱都有3個 但是我們最後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橙是沒有派到的 那 沒有辦法了 我們暫時 一個橙又分不到給6個箱 那 在這個情形呢 我們就說 19 除以6 就等於 每一個箱這裡有3個嘛 3 那 那 但是這裡剩下一個橙 沒有派到的 3 如1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 每個箱有3個橙 但是我們最後剩下一個 沒有派到的 不完整的 那 那 如果不想每一下都畫些橙 或者畫些箱出來的話 那 我們可以 用 直除法 基本上跟以前的直式一樣 不過 寫的方法有點不同 怎樣寫呢 一開始 我們把 給人除的數 寫在這裡 就是除好左手邊的主角 寫在這裡 對了 之後拉條很長 長長的的線在上面 那 那 把這個除好右手邊的數 寫在 這一撇 的 左手邊 對了 那 之後我們要 用我們背告的九恩歌 4 1 4 3 1 剛剛好 4 3 1 12 然後我們 將 我們 乘出來的這個數 和 我們 原本有的數 雙減 那 得出0 那 這一條 就完成了 那就 我們可以說 12 除以4 那就是 等於3 那 那 右手邊做多一個例子 19 除以6 和剛剛我們 用畫橙的方法一樣 那怎樣寫呢 一樣 寫19 在這裡 一撇 然後 把 6 寫在一撇的左手邊 6 又是背九恩歌的時間 6 6 2 12 6 3 18 6 4 24 6 4 24 19 19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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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來 那 之後 雙減19 18 剩下1 那 這次1 這個是余數 所以答案 就是3 2 1 這個就是答案 那 最後 做多一條 34 除以7 怎樣除呢 那 那 同樣道理 先把34 的主角搬出來 看一條橫線在上面 畫一撇 那 把74在一撇的左手邊 對啦 然後又是背九恩歌 7 1 7 7 2 1 14 7 3 21 7 4 28 28 28 那 5 7 就太大 35 大於34 那 我們用小一個單位 7 4 28 28 那 雙減了 減了之後 剩下多少呢 那 又要借位了 10 8 剩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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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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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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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例如我有三十四個橙 要放七個箱,每個箱最最後是可以得到四個橙 而我自己就剩下六個橙 六個橙不可以平均,不可以公平地分給七個箱 這六個橙最最後就留給自己 除法一就說到這裡